上班尽封时刻偏偏手机健康码系统大当机 员工没有办法出示检测证明怎么办 影片曝光后红遍全中国大陆 业者说用信仰重新取代科技 他们实在也很无奈 崩溃的不只是上班族 20号一早整座西安城从核酸检测点地铁到公共汽车站全部停摆 官方坦言是当地为了围堵疫情 公布超级严格的防疫规定 中小学停课所有人都要持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才能上班 结果瞬间涌入的扫码数据冲上平常峰值的10倍 规定要扫QR Code健康码又叫大家尽量不要扫码 西安市官方的手足无措激怒了不少当地民众 说疫情已经两年 这座城市却因为官员懒症 而好像跟大陆其他地方活在平行时空 电视频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